终于来到不必讨人喜欢的时候 不再等待别人 期待永远才有海阔天空的自由 上 从少女心的朵朵 到了大人学的彭树君 用暖心疗愈的语句 把对爱情人际生活的种种感触 化作终于来到不必讨人喜欢的时候一书 不再期待别人给予一座玫瑰园 自己让心里成为繁花 盛开的星球 你对爱情还有期待吗 对自己的爱 就是生命里的阳光空气水 别人不过都是云烟 青春愈远恋爱愈难 不是难在机会越来越少 而是难在越来越不容易动心 年少的时候 对每一个可能的对象 都会心存幻想 然而随着人生经验 越来越丰富 这种幻想也就越来越稀薄 过去像是带着炉镜在看别人 现在是时时计计的看到对方 但爱情需要幻想啊 当没有幻想的时候 也就没有憧憬 遇到谁都是心如 止水 不再憧憬别人 也是因为自己的生活 已趋于全然的稳定 所以 不会再期待有人来扰动其中的秩序 想到恋爱中的那些磨合 与换的换失 真心觉得累 同时也感到迷惑 恋爱那么消耗能量 以前 为什么会乐此不疲呢 我曾经为了爱情 做了许多自我委屈的傻事 经历了许多错误 也受了许多苦楚 如今回想起来 只有深深叹息 如果时光倒流 我很愿意回到过去 摇晃当年那个我的肩膀大喊 不要这样 很多年后你就会明白这一切有多么不值得 到时你会痛彻心扉 但是就算真的可以回到过去 那时的我也会对自己的警告 置若网闻吧 时间是一个神秘现象 许多问题都是时间的问题 像街边的路灯 时间到了就开了 时间到了就关了 其中总有一个必经的过程 在turn on的时候 根本身不由己 直到turn off才能解脱 爱情尤其如此 身在其中时 直迷不悟 总是要到一切都结束才慢慢苏醒 然后要再过一段更长的时间之后 才会完全清醒过来 然后那么不解 当时自己究竟为何 如此鬼迷心窍 真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 应该和让我们笑的人在一起 为什么却总是爱上让我们哭的人 或者一开始让我们笑的人 为什么后来却总是让我们哭 如今已经明白 其实所有的情感关系 都是业力关系 或者你要说业障也可以 他们常常是以礼物的包装形式来临 总是要到身陷其中不可自拔的时候 才明白美丽的盒子里装的其实是苦果 而你只有放下和吞下两种选择 说穿了所谓爱情 就是两人 在前世已经见过了 也累积了一些恩怨情仇 所以今生在于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我们总是说不清楚 为什么会受到某人吸引 也想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只好解释为缘分 而缘分的基底正是业力 若是从占星学来看 土星是星盘上最沉重的能量 土星的相位 往往决定了两个人牵连在一起的理由 而土星也正是业力之星 这也就难怪为什么 情感关系里总是充满了那么多的 痛苦与煎熬 当然也有快乐与陶醉 否则感情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后来也不会纠结继续 可是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之后 已经不想再过那种忽冷 忽热 若即若离山峰山谷的日子了 现在只想要平原的状态 让宁静平缓的深河 静静的流过就好 我不曾怀念任何一段感情 因为每次结束之后 都觉得自己是幸存者 离开了就不会想再回去 也因为在离开之前 已经千回百转 所以当最后的时刻来临 终于从迷雾中清醒 业力结束那就是永远的告别 我不曾藕断思连 也不曾去搜寻对方的境况 甚至连 回忆也丢弃 一旦转身就是彻底放下 那个人对我来说 就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或许这是一种反作用力 过去曾经如何深陷其中 后来就能如何一去不回头 很久以前 我相信爱可以克服一切 后来慢慢就明白 先爱自己吧 永远不要把任何人 放在自己之前 对自己的爱 就是生命里的阳光空气水 别人不过都是云烟 为了爱情而心神不宁 茶饭不思 已是上辈子的虔诚 往事了 岁月让我学会善待自己 再也不会自我为难 也有一些朋友 在年轻的时候 觉得一个人的日子没神 某不好 然而到了人生的秋天 却特别渴望有人陪伴 这样冬天来临的时候 才能相互取暖 但是那个可以给你温暖的人 不一定要来自爱情对象 只要是真心相待的好朋友 都能彼此陪伴 家人朋友 才是更长远的关系 而和自己的关系 又在这一切关系之上 如果自己就能好好陪伴自己 又何必需要别人的陪伴呢 爱情有强烈的投射作用 那很可能是一种潜意识中的 互补 你补我的缺 我补你的缺 形成一个虚幻的圆 但是 谁能真正去补谁的缺呢 当一个人 一切都完整的时候 还需要有人 来补这个缺吗 我们不可能透过别人 来创造内在的完整 所以与其期待别人 宁愿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我曾经觉得爱情是两个人联手起来 去抵御世界末日 与冷酷意境 所以需要一个相互依偎前行的同伴 但我后来发现 原来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 就是对方给的 当放下对方 转身走开的时候 一切的荒芜与枯寒 也就消失了 未来如何不知道 至于现在 我只想把全部的能量用 来安顿自己 创造一个人的玫瑰圆 除此之外 别无他想 年少的时候 对爱情的追求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来到现在 自我已经完整了 爱情 也就可有可无了 如果相处的时候 只有喜悦 那么可有 若是会带来任何痛苦 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到了人生的秋天 凡是会让自己不舒服的 都不要了 当然也包括不舒服的亲密关系 在我的写作道路上 女性自觉 一直是我所关注的主题 从来都不是爱情 因为我觉得 真正重要的是找到自己 而不是遇到别人 我们不过是透过爱情的承住坏空 而认识了自己的存 再 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有一种心境需要时间 有一种明白需要岁月 谁都希望被爱 但一个人 也可以好好的 确实更重要 但 真的当不再等待别人 也不再期待 永远才会有千金 难买的自在 而一个人海阔天空的自由 就是从这样的不再开 使得 有一些人 只能成为陌生人 人生有限 该把时间留给美好的相处 让彼此成为支持对方的力量 至于那些无缘或是缘禁的人 就让他们成为陌生人吧 一个朋友最近离开呆了20多年的职场 因为我知道 他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所以本来还以为他会黯然神伤 没想到 却见他神清气 爽 太好了 以后都不必再看到那些 不想见到的人了 他欢呼著说 朋友所在的职场竞争激烈 是一个充满是非的环境 以他的佛系性格 那些是非虽然与他无关 但天天置身在一个人心复杂的能量场 久而久之 还是会感到疲惫与损伤 他喜欢的是工作本身 但不喜欢一起工作的人 离职 是人际网络的有效果 如在一夜之间 去无存经 从此 闲人止步 不想再见的人 都可以不见 不想再听的是非 也都可以不听 顿时海阔天空云淡 风轻 我完全可以感受 朋友轻松的心情 当时间过得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少 就会更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时间与空间 同时 也不愿再把心力耗费 在与他人无效的磨合之上 那真的很累 而且是自我生命的浪费